四年前是大運 楊俊翰在100公尺決賽以10秒22 夾擊把金牌留在台灣一戰成名 這回出陣奧運100公尺 預賽當中跑出10秒21的好成績 分組排名第五名 這也是他今年最好表現 高中時期拿到獎牌和家人一起合照 看得出來楊俊翰一家人感情相當好 出陣花蓮的楊俊翰表現亮眼 看不出來他小時候其實是個藥罐子 家人為了讓他強健身體 才讓他投入田徑訓練 天分加上苦練楊俊翰成為家人的驕傲 那哪一天來個電話 我跟他說不要受傷 進而外 直到準決賽我就高興了 有信心 楊俊翰有台灣最速男稱號 曾經在日本大學田徑公開賽跑出10秒11 突破個人最快紀錄 過去屢屢奪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2017年世大運 他跑出10秒22的好成績 讓中華隊睽違26年拿下手面金牌 楊俊翰就是我們台灣以後最有前途的教練 那是蘇聯教練 果然啊 田徑賽場比拼高下差一秒 名次就差很多 楊俊翰原有最速男稱號 也是台灣可為25年闖進奧運男子百米項目的運動員 三千萬旅燕猴彩虹花天總統 我們稍後就記住了 形劉 雍俊翰原 今天 已經